那么第九个问题呢 我们刚才也讨论到了 这个在整个资产定价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对市场金融资产的这个价格的讨论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涉及到一个有效市场的问题 有效市场问题 那么我们书上的给大家非常简单的介绍了一个 有效市场的一个概念 有效市场的概念 那么在这里呢 特别是这个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我们这说如何来理解有效市场理论 那么今年诺贝尔奖得主三个得主之一 对吧 这个法马呢 他就是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 应该说它是最大的贡献 这也是他得诺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他因为70年他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 称之为最高水平的一篇经典的paper 那么一般的来说我们学金融同学都应该看一看 这篇论文的题目叫有效资本市场理论 所以时针研究会股 那么他提出的这个有效市场简称EMH 这个理论呢 他实际上是体现了经济学家们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 那就是市场均衡 就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 有套利还是无套利啊 对 无套利机会的这个市场均衡 这是大家梦寐以求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事那就太美满了 那么这样呢 他这个有效市场假说就是检验 你这个市场现状跟你这个最理想状态 是不是一致 是吧 有效性怎么样 什么叫有效 你达到了无套利均衡 这就是市场有效 那么这个他提出这个理论以后呢 这个EMH理论呢 也不也在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发展 乃至于现在成为现代金融经济学的支柱性的理论 支柱性的理论 那么应该说法马的贡献还是有的 尽管他现在本人对有效市场理论 也在做着一些这个一些一些修正性的一些一些研究 那么这个在有效市场的这个理论当中 应该说在现代金融理论和特别是这个资本市场理论当中呢 是非常核心的 他主要呢 是检验市场的有效性 那么他把有效市场分为基本上分为三类 一类弱有效 中度有效和强有效 那么学者们呢 通常呢 就是来做各种 呃这个交易数据当中来得到啊 做各种实证来看 你是弱有效 你还是中度有效 还是强势有效 那么其中呢 弱有效市场 是说呢 这个市场的啊 股价 它已经反映了全部能从市场交易数据当中得到的一些信息 啊 它只是从市场交易数据当中得到的信息 那么中度有效呢 是认为股价已经反映了所有公开的信息 不光是市场 市场外的信息 它也都能够得到反 就中度有效 强有效市场呢 是指反映了全部和这个公司啊 因为股价都是每个公司的嘛 是吧 和这个公司所有相关的信息 公开的和不公开都在了 啊 包括内部信息也在 包括一些 这个没有公开 但是大家 你可以去去去去去 这个顺头摸挖 或者去去想的 或者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 得到的各种信息 那么这是 这个 所谓的有效与非有效 但是同学们也知道 我们说股价的变化 我们前面一直跟大家讨论的 说股价的变化 最重要的 核心的 就是这个基准线理论价格 是什么 内在价值 是吧 就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 内在价值 也就是我们前面在讲 受益资本化的时候讲的 那个最重要的一个P 是不是啊 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内在价值 那么换句话说 在检验这个市场价格 是不是有效的时候 它实际上 核心是要检验 这个市场的价格 跟它的增值 吻合度怎么样 它应该是逼近这个的 市场价格 逼近我们说的内在价值 是吧 如果它偏离很远 那我们说这个市场 有效性可能就会比较低 那么因此的我们说 市场有效与否 直接相关的就是 你市场现在的价格 和它内在价值的一个偏离度 怎么样 那么这样的 我们就可以把前面学的一些知识点 也用到这来理解 理解我们通常说的市场有效性 指的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是这个第九个问题 那么第十个问题呢 我们在最后的这一章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三种不同的啊 这个金融价格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金融资产价格 它和利率的关系 因为金融资产价格 无疑是各种金融工具交易的各种价格 是吧 那么它和利率之间有什么关系 首先我们怎么来把握 我想有这么几条 还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同学们自己在课下看书和阅读理解的时候 一个就是当利息转化于收益的一般形态以后 利率就成为衡量无风险报酬的最基本的尺度 就通过把利率作为一个无风险报酬收益率的一个基准 然后用它来衡量 用它来衡量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内在价值的估算也都是以利率作为一个参照 是吧 跟收益比 然后来看它的这个 本身它的 它现在的它的价值 内在价值是多少 那么在这里面呢 大家要注意几点 正因为利率成为衡量无风险报酬的一个基准 因为利率转化于收益一般形态了 所以用它来衡量 这个合适不合适 你应不应该投资 它是高了还是低了 正因为这样 所以通常在市场上有一句话叫利率和资产价格是反向变化的 反向变化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那个公式 大家就知道 它在分母上当然是反向变化 是不是 第二呢 我们说利率的变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机制还不是那么简单 一个反向 那不是太简单了 是吧 太粗 太粗了 这个线条 我们通常说利率变化 它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机制主要是三条 三条曲道 首先是预期 预期 因为利率的变化实际上 我们说只要利率一变化 大家马上又会形成一个新的预期 下一步利率会怎么走 是吧 因为利率的这个走势 我们前面在讲利率的时候说过 它跟宏观 跟微观 跟企业 跟居民 跟政府 关系太密切了 所以呢 利率的变化 它不仅仅可以代表未来经济运行的方向 因为利率变化当中 换句话说 它隐含的这个信息量太大了 各种因素都可能导致利率变化 而且呢 利率现在 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 它还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图 政府的调控意图 你比如说央行利率 特别是像美国 美联储已经从格林斯坎开始十几年 一直运用利率 那么它主要做的是再提现率 主要做再提现率 它就把再提现率提高那么0.25个百分点 或者降低那么0.25百分点 对人们的预期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的一点变化马上会 因为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这个利率的这个体系 央行利率变化 会影响到市场利率和商银行利率体系 是吧 货币市场利率变化 会影响到资本市场利率 资本市场利率变化 当然会影响到资本市场价格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中间的连通性 这是我们就前面说的 这种利率的连动性是非常强的 但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预期 大家会进一步的进一步的去考虑 那么第二个机制就是供求对比的变化 一般的来说利率是衡量交易性货币的一个机会成本 那么通过利率的变化 它会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变化 进而会影响人们资产选择的 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 我本来我可能想持币 现在我觉得持币机会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不想持币 不想持币 它就会购买各种金融资产 或者是采用别的资产组合的这种比例结构 那么这样就会改变市场的供求 而这种供求对比变化 是因为利率变化引起的 因为利率的变化引起的 第三个呢 利率的变化会通过无套利均衡机制 来作用于资产价格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市场我们说 如果没有因素变化 它是不是一个稳态啊 它是一个基本稳定的 一个因素变化 它就会引起整个这个均衡就被打破了 特别是利率 利率的变化 打破了原有资产价格之间的均衡 所以可能会就会出现套利机会 可能就会出现套利机会 那么这样呢 公众一旦如果是判断 有的判断有套利机会 他就会进行购买 或者进行他的资产组合 那么这样呢 就会引起资产价格的这个变化 因为你买的多了资产价格 肯定会上涨 卖的多了资产价格就会下降 所以这样呢 我们说利率的变化 它是通过这些具体的一些渠道和机制 来影响资产价格 出现一些从总体上来看是反方向变化 但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 同学们不能用那么机械的去 这个去理解利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 这种反向变化关系 我们说这种反向变化关系 是在大概率事件下 它是成立的 特定的情况 有时候会出现同向的 你经济学里面的任何原理 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它都会出现意外 你不要那么集结的去 不是反向的 怎么它有正向 它可能短期会出现 是吧 但是市场会有一种力量 它最终从总的趋势来说 它是反向的 这一点呢 要特别注意 第十一个问题 我们来讨论一下 如何把握金融资产价格和汇率的关系 那如何来把握金融资产价格和汇率的关系 那么应该说呢 金融资产价格和汇率也是非常重要的两类 这个金融价格 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一个交易的比价 那么汇率的变化呢 它怎么影响资产价格上涨呢 最主要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最大的这个渠道 来进行分析 首先比如经常项目 我们知道汇率的变化 它会影响经常项目的差额 对吧 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四部门经济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 包括呢 这个讲汇率的时候 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汇率变化 它会影响进出口 对不对 会影响包括劳务 劳务的这个输出和输入 因为汇率这个变化 对于这个 有对外这个经济活动的参与主题来说 太重要 太重要了 包括将来同学们 如果你要出国去读硕士 读研究生的话 你就会非常关注汇率变化 对吧 因为你们家给你汇的钱 不同的汇率那差异太大了 差异太大了 那个你看现在这个 无论是英镑还是美元 这个汇率 跟人民币的这个相比 是吧 大家发现这个变化太大了 这个前面我们同学也做过 小组也做过讨论 我们现在人民币的这个 币值升得很快 那么你早些年出去的 你如果当时一下子都换了 你不是亏了吗 对不对 你换了你放在这放四年 你发现你亏了百分之六十七十了 是吧 所以呢我们说 汇率的变化 它一定会影响进出口 影响劳务 影响各种国际交往的这个 这个国际活动 就是在经常项目里边 那个国际收支 那么如果因此呢 经常项目差额 一旦出现 如果是本币升值的话 那么金融资产价格相对 就会下跌 如果本币贬值呢 金融资产价格相对会上涨 这都是跟经常项目的差额 所引起的币值的变化 有很大关系 而汇率变化以后呢 通过短期资本流动 因为在短期资本流动过程当中 它会非常注重汇率的变化 因为汇率变化 对短期资本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 存在着一个可能的套利空间 那么如果短期资本的流动 当本币升值 那么金融资产价格就会上涨 同样本币贬值呢 金融资产价格就会下跌 而这个都跟汇率变化 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我们说汇率变化 对于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 它不仅仅是说 通过经常项目 短期资本流动 还有一些影响因素 比如说外贸益存度 当外贸益存度高的国家 那么汇率变化对于资产价格的敏感性 就非常之大 换句话说 汇率任何变化 资产价格就会发生大幅度变化 如果外贸益存度比较低 它无所谓 这开放度很低 它对本国经济冲击不大 那可能影响度就会很小 所以不一样的国家 影响是不一样的 包括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 本币的可兑换程度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的制约 这些都会导致汇率变化 跟金融自然价格之间 它们的敏感性怎么样 或者我们说这两种价格之间的弹性怎么样 一个价格变 那个价格又会发生什么样变化 它不是说完全一意对应的 而这些因素可能在不同的经济体当中 在不同的时期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汇率变化呢 它对于金融资产的影响的机制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预期机制 和资产的供求机制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预期 你汇率变化以后 大家就在想了 你比如说现在 今天这个时点 我们来预期一下 你说人民币汇率会升还是降 大家想想 估计升值的举手 我看看有几个 那估计要扁的呢 那还有些同学可能拿不准 既不升也不扁 那不对了 我们要做 看来大部分同学还是预期升值 那么你这种预期 如果预期升值的话 是不是对金融资产的价格相对来说 人民币升值的话 特别是跟涉外相关的一些金融资产价格 它的上涨的概率就会比较大 是不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资产的供求机制 如果大家都这么预期 大家都去买 买的人多了 价格也会抬 所以我们说这是 这个金融资产价格和汇率的关系呢 也是有多种机制 并且是多变 并且是多变 那么这个 这一章呢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的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一些 最 现在虽然最复杂 但是呢 我们讲的是最基本的一些原理 包括金融资产 它的价格 以及这个 这个资产定价的一些 一些它的基本原理 包括金融工程的一些原理 那么这一章呢 我想建议给同学们再学 进一步的这个 学习和理解 也提些建议 一个呢 建议大家还是要阅读一些 中外有关金融资产和价格的文献 多读点文献 那个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 比如这个发码的文献是可以看看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献呢 因为这样可以我们进一步的理解 金融资产及其价格的波动 对经济金融影响 包括金融资产及其价格 它自身 它发生 会发生什么样变化的这种规律 这样你可以进一步的来理解 第二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爱课程网上的 这个资源共享课的一些 一些资源 包括里面有些常见问题啊 热点讨论啊 这些栏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这样来深入理解本章的原理 及其他的应用 第三个呢 建议大家呢 要学会一个用数据 经常自己来做一些图表的这么一个习惯 包括这个能力 比如我们爱课程资源网上 这个网上资源我们有一个数据库 那个数据库里呢 数据是特别是前期数据都大量 我们是更新到这个 是今年六月份 最最多 最近的是六月份 是吧 高阳 因为高阳参与了更新 他们做的很辛苦 我们所有的数据 数据库都都做了更新 最近的是六月份 大部分可能是一二年底的 一二年底 那么同学们把今年的数据放上去就可以 所以这样呢 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库里的数据 包括现在的 你盯一下上海深圳政权交易所的数据 你来编制一下 比如股票价格指数 特别是你感兴趣 找几个这个股票 你来编编 它的市盈率 市金率的图表 你要看看它走势怎么样 看看它走势 图表不是一个点啊 你应该编一段时间 你自己来编 你不要用那它现成的 给你一堆数 你知道怎么会去 怎么去编 再一个呢 通过参与讨论和独立思考 认真的想一想 咱们国家金融市场 应该如何扬力 一臂的运用金融工具 我们小组的同学呢 做了很好的一个准备 是吧 咱们课堂上也做了一个充分的讨论 但是这个事儿 并没有结束 并没有结束 因为这个问题 始终将来可能会伴随同学们 整个你的职业生涯 这不是一时的事情 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一章呢 我们因为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原理和抽象性比较 比较这个原理性比较强 这个抽象度也比较高 我们呢 循序监禁的一点点来走 我们再讲市场的部分 讲到后面机构部分 我们还会展开 包括讲金融市场部分 更重要的 我们后面大量的这个业务课 会给大家详细的再来解读 这些基本的原理的这个 深化和它的拓展